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精特心小巨人 专精特心指的就是 企业具有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新颖化的发展特征 这些企业大多是掌握着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 或者是配套专家 那么如果要给专精特心小巨人画像的话 他们长什么样子 成色如何 未来这些掌握着独门绝技的中小企业 能否真正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 那么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兴周 欢迎任老师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点评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两家具有专精特心特征的小企业 这些五颜六色的细小粉末看似粉面一般 但每一颗的价值甚至达到黄金的三倍以上 这些科技粉末是OLED屏最核心的材料 如今很多手机显示屏里用的都是它 但它的制作工艺却很复杂 过去这些材料的专利和生产技术 主要由美日韩和欧洲的企业掌握 几年前 一家默默无闻的广东小企业 率先填补了我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空白 进而帮助下游企业降低50%到70%的成本 通过我们自己的设计 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路 结合我们下游合作设备厂商的一些努力 我们共同把可以适用于 OLED材料量产的设备一同地建造出来 在江西英潭的一个生产车间里 一根根铜杆被吃进去 一颗颗亮子色的铜球被吐出来 这是一家专注于生产和研发 铜机新材料的企业 它所生产的微晶灵铜球 广泛应用于印刷电路板行业 市场占有率多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研发了这个微晶灵铜球 在技术上是国际领先的 我们目前的产品 约占全球大概30%过的一个市场氛围 好的 回到野博士 马上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 专精特新这个话题 我专门查阅了一下 专精特新这个提法 最早是在21年前 200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么那个时候 真正称得上专精特新的企业 恐怕是少之又少 最近这些年 专精特新这个提法 是越来越密集了 称得上专精特新的企业 我相信也是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我们身边 那么如果说专精特新 这样四个字眼 还有些抽象的 就特别想请两位 给我们用一个 比较形象的方式来描述一下 这个专精特新的企业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 任老师 我想专精特新 除了我们说的 那个四个特征以外 那么我想它更是专注于 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环节 或者某一类产品 某一项产品 甚至就是非常专 所以我觉得专精特新企业 它既是聚焦主业 专注主业 同时又要精更细做 这样的企业 既要专又要精 又要精 而且要不断地创新 能不能决个例子 刚才您讲 我们给它画个像 对 那我们就用一个实力 给它画像 那最近我也比较关注 这个专精特新企业 我看到这个国家工信部 公布的这个小巨人 专精特新小巨人的 这个名单里边的一个企业 就很有代表性 比如说从专的领域 它专注于什么呢 它专注于风能里边的 海上风向 这个封闭的这个传感器 这是一个非常精的 非常专的这么一个产品 甚至还不太起眼的 很不起眼的 但是别看它不起眼 我们国家大量的需要进口 就是这样一个传感器 而且原有的传感器 是机械的 它一腐蚀 抗风的能力差 而且还容易损坏 就风力强的时候 那么急需要在这个方面 有所突破 而这个浙江的一家电子科技企业 就在这方面突破了 这是专 而且专注于十几年 专注于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 这个产品 特就是它 不断地发展 就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工艺 一些这个技术来发展 从新的角度 它有四个风动实验室 而且有大量的这种 国家专利和 国家发明和专利 就有三十多项 那个软件的计算机的 软件的著作权就有十项 所以我们看它在新的角度 从创新的 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域 它也是非常强的 从一个项目 这是我们给它划线 深耕 然后形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个强大的优势 强大的优势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 它占有率也是很高的 甚至它在跟着风能的主机 到了美国和十几个 几十个国家 走出去了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 而且它的成长性很好 我们说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一定是成长性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风能是清洁能源 未来的潜力很大 所以它这个风向风能的传感器将来是大有市场 好的 刘哥能不能也跟我们举个例子 对 如果要是说我们拿国外以前有过的概念 比如说德国人说的这个隐形巨人 是吧 这个在198几年就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跟我们这个有一定的类似性 就是说在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面 能够做到全世界最好 那么比如说德国在这方面 就做得非常的成功 全世界他们统计了3700多个行业里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将近的话 是德国的小企业在成为隐形冠军 当然还有一些表述了什么叫邓灵企业等等 它更多的说高科技企业 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地方 用专精特新里面的小巨人 来代表在专精特新领域里面 做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有我们的用意 我们的用意更多的话 就在两个字上 就是补链和强链 也就是说更多的我们的专精特新 我们的小巨人 我们培养这样的企业的话 应该更多的聚焦在产业链里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产业链里面 我们缺什么 然后哪些企业能够成长 填补这些空白 而且你看就是今天上午 这个小小庆主人 他说起来 小小庆说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 世界领先的一些行业 手机也好 工程机械也好 风能 太阳能也好 新能源汽车也好 你看这些都是终端产品 但是恰恰在一些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 那些专业的零配件领域里面 其实我们相对比较差 你比如说世界上最牛的 十大的排名前十的刀具 就是车床的刀具企业 车床和束缚机床等的刀具 这非常重要 轴承这也是非常前十 它不光是说质量和品牌 没有中国企业 数量上也没有 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企业 能够成长起来发展起来 这是我们需要培议的方向 在我们的制造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可能我们做了很多 这样一些低端的制造业 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个端 我刚才专门计算了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公布的 这个小巨人的名单是4700多家 而我们中国现在有的 这个制造业企业的数量 大概是35万家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百里挑一 能有一个小巨人 100个企业里差不多一个小巨人 那么这个百里挑一的 这些小巨人企业 它在我们整个的中国制造业的版图上 在我们这个制造业链条上 它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您讲的非常好 就是它是我们发展到 高质量发展阶段 走向现代化国家建设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东西强化起来了 这就到了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了 还有一个就是 整个国际竞争的大格局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产业链能不能稳住 稳住以后 能不能把我们的短板堵上 强化我们的产业链 优化我们的产业链 到了这个关键时候 这样的我们众多的 99%以上的中小企业 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在这么多的小企业中 我们要把这个佼佼者 把它提炼出来 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 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就是起到这样的补链 我们哪块有这个短板 我们就把它补上 我们看我们这个4700多家 这个培育的名单里边 工信部公布的 那么大多数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特别需要的 这个高科兴 高新技术领域里边的 补链的这样的 然后我们原来有产业链 但是我们比较弱的 我们要把它强化 多数是这样的企业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名单 所以都是在 再一个就是优化 我们的产业链 最终的结果是 稳定和强化 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国内国际的 大循环的竞争中 立于这个竞争的优势地位 所以这些现存的 我们这些小巨人企业 以及我们未来 要逐渐培育的 这些小巨人企业 他们起到的应该是一个 补链 强烈 优链的 它是一个精锐部队 我把它精锐的力量 精锐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 这么众多企业里边的 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力量 那刘哥你觉得 在我们的中国制造业 未来的发展当中 这些小巨人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什么 这个角色应该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全世界 最完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但是这个工业体系 说实在的 就是说我们在 在很多地方 已经产生了一些领先的领域 但是在有一些 相对其实很传统的 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 那么在过去的 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就更愿意 去做一些 比如说附加值更高的 建效更快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 但是在很多行业里面 其实我们的欠缺就是说 很多年头比较长 但是发展的比较缓慢的 这个企业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行业里面的 大量的 就刚才我举例的 这样的什么刀具 什么轴承等等 什么一些材料 等等这样的一些 基础性的东西的话 它成长需要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 如果要是说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够踏踏实实 按下心来 然后去搞了房地产了 去搞了金融了 那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的话能够 政策上 要让这样的类型的企业的话 能够安心地去干下去 通过长时间的积累 能够让他们真正成为 专精特心里面的小巨人 没错 我发现这一个多星期 专精特心也是资本市场 它是一个投资风口 但是我们要声明一下 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 这些企业 不作为投资建议 只作为大家认清楚 专精特心 对我们中国制造业 发展的一些案例 好 专精特心可以说 是代表着中国中小型制造业 在当下 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在今天上午 工业核心计划部部长 肖亚庆就表示说 要进一步引导企业 专精特心发展 我们再来听一下 它具体是怎么说的 形成一批掌握独门绝技的 大冠军 或者是配套专家 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要重点引导支持 国家级 专精特心和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 近期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门 联合发布 加快培育发展 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 力争到2025年 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 培育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十万家省级专精特心 一万家小巨人 一千家单向冠军企业 有政策支持 也有金融助力 日前 北京证券交易所注册成立 9月10号 北交所官方网站 上线试运行资本市场的新政策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 对接资本市场 为专精特心中小企业 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我也注意到 肖部长在今天的发言当中 提到专精特心企业的时候 用的是培育和培养 这样的一个字眼 而并不是用支持 或者是鼓励 倡导 那你觉得 用培育和培养这样的字眼 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我想这代表了我们的 对这个问题的 主观的意志是什么 比如倡导和鼓励 这个是一种 我可做可不做的倡导 但是培养和培育 是我政府 国家和各级政府 一定要做的 包括企业在内 我一定要做的 而且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出结果的 这是程度上的不同 要成为这个体系的工程 第二个就是说 它培养和培育 一定是有一个体系的 一定有一系列的政策 机制 措施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的 扎扎实实的行动上的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次 第一个是 首先我们要筛选 所以工信部 一批 二批 三批 我们的小巨人企业 要把它筛选出来 这是我有具体的行动 第二 筛选出来以后 我要着力地去培养 我们有一系列的政策跟上去 比如说 我有一百亿的支持政策 几百亿的支持政策 还有就是 我现在的北交所 是干什么的 北京商品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 实际上就是支持这些 专精特新企业 特别是小巨人企业 我们把它体验出来 专门地叫进行低贯 重点培养 把它培养起来 对 专门为他们解决融资的问题 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而且特别是在发展初期 更需要资金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解决它的 非常解渴地解决 他们的融资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要持之以恒 就这个所谓培育 培养 它不是短期的行为 不是一个运动式的 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 长久下去的 所以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这样一个行动 一个大的工程 系统的工程 所以我觉得培养和培育 就代表了我们中央 各级地方政府 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 还有我们企业自身 可能也有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不断地发展 和强大的问题 既有顶层设计 又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对 又有具体的措施 要扎沙实实落实到行动上 那刘哥觉得这一次 我们推动我们中央企业的发展 这种方式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因为这样的一些企业 其实它在资本市场上 不太会得到青睐 因为它的成长周期太长 而且即使成长起来了 它的市场的规模也有限 它不具备那种 被复制的这种商业模式 所以的话这样 你就是需要一部分的 政府的这种扶持 而且在扶持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显老 也不能怕慢 因为有很多企业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一回 我注意到 在整个的名单里面 有一个县 就是浙江省的海沿县 有七家企业入围 而这七家企业 都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在做一些 基础性的零部件 在机械行业里面 有一家企业 叫星宇 还是什么 不太清楚了 就是它做什么 就做螺母 它连螺栓都不做 只做六角螺母 最普通的那种 一年产四万多吨 现在全世界各种类型的 这些汽车企业的 起杆盖什么的 都用这个螺母 因为这螺母 其实对于一个 看似不起眼 它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到目前为止 比如说高铁上 我们有一些螺母 现在还不能用过产的 因为你总体上来说 你不过关 但是这样的企业的话 你成长 规模就是那么大 它卖不上那么高的价格 而且这企业的话 1978年就成立了 但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应该说越做越好了 但这样的企业 很难拿到社会的融资 它如果是为了赚钱 去转做其他的 对 其实这样的企业 它在就几百人 然后它其实在 早期发展 其实有地义有上 如果要是把那厂子卖了 然后搞个开发 这个房地人 早就赚大发了 但是它是因为 有一些这样的企业家 有这种匠人精神 一直坚持着 所以就是这种类型的企业 我们要把它找到 比如说 因为很多企业 小企业本身就专 但是如果你干的普通的 做个羽绒服 做个辣椒酱 我看有一些的 入选名单 也没那么的有 这专精特心的特点 但是就是这种 真正专精特心的 这样的一些小企业 由变成小巨人 潜力的这企业 把它们找出来 培养它们 这个名单真的是让人非常兴奋 任老师最后一年时间 如果让您从这些名单当中 找到你最看好的企业 是什么样的类型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专注于 我们国家急需的 需要补链的和强烈的 这样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 带有科技含量的 未来发展前景非常好的 甚至在国际上 都未来专注于这个发展 在国际上都能形成单打冠军 甚至隐形冠军的企业 好的 稍后请继续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是马洪涛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 专精特心小巨人 这些企业长期深耕细分领域 专业化程度高 创新能力强 已经成为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关键载体 当然被列入 小巨人的名单之后 并不意味着 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他们还需要经受 市场和时间的检验 俗话说 十年魔一剑 十年之后 谁是英雄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今天节目 再见